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开店教学网站 开网店就上开店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是 3w.开店.tv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我们开店网的淘宝开店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接着讲解第一部分 新手开店教程的第二课 淘宝开店需要多少钱 我是开店网的讲师淘宝天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课程的大纲 今天的课程主要讲解以下两个知识点 第一淘宝开店需要多少钱 第二淘宝开店哪些地方需要花钱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保证金 消费者保证金的最低金额是1000元 不开店的时候可以退换的 消费者保证金的话 这个在淘宝上面开店 大多数内幕都是要求强制缴纳的 当然也有些内幕不需要缴纳保证金 比如说服装 鞋包 这些就不需要缴纳保证金也可以开店 另外的比如说一些数码产品 还有就是手机 这些的话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缴纳保证金之后 才可以发布全新的产品 当然我们缴纳保证金和没有缴纳保证金 当然是有差距的 缴纳保证金之后 我们的搜索排名会相对靠前 淘宝会优先展示缴纳了消费者保证金的店铺 第二个 顾客会更加信任我们的店铺 关于这个消费者保证金的一些详细情况 以及消费者保证金如何缴纳 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 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的 这里的话我们就只是简单的了解一下 第二个是淘宝旺铺版本的费用 旺铺版本的话 淘宝上面的旺铺主要费为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旺铺基础版 第二个是旺铺专业版 旺铺基础版的话是永久免费的 但是装修有很多的限制 就是装修起来比较麻烦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第二个就是旺铺专业版的 旺铺专业版的话 一赚以下是免费使用的 当我们店铺达到一赚之后 需要每个月给淘宝 缴纳50块钱的版本费用 才可以使用 这里对于新手的话 推荐大家使用旺铺专业版的 当我们店铺深赚之后 如果我们不想使用专业版 那么我们可以换回使用基础版的 就可以不用缴纳50块钱 每个月的版本费用了 专业版的话 装修起来比较简单 功能也比较的齐全 所以新手朋友使用旺铺专业版 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就是淘宝旺铺版本的费用 下面就是货源的费用 如果我们自己有货源的话 那么这个费用就具体扛入 比如说我们自己有实体店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销售我们店里的衣服 这个的话对于开网店来说 就没有额外的货源费用了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货源 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在网上找一些一键代发的 有的一键代发货源 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 这个保证金的话 几十元到两百元左右吧 一般都是一百五十块钱左右 这个只需要付费一次 有很多供货商都是 当你店铺销售额到达到一定的键数 比如说销售满一百键 或者销售满多少钱 这个保证金是会退款的 这里的话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寻找货源的时候 如果供货商要求我们缴纳几百元 甚至上千元的保证金 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很多人都是骗钱的 就是骗取我们这个保证金 当你把保证金缴纳之后 它根本就没有货源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要求缴纳的保证金金额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轻信 下面就是店铺的一个装修费用了 如果我们自己学习装修 也就是我们使用 wamp专业版系统自带的模板进行装修 那么我们就不用花钱的 另一个装修的方式就是在 淘宝装修市场购买模板 装修市场的模板的话 价格比较贵 费用在五十块钱到三十块钱 每个月都是按月付费的 不推荐新手去装修市场购买模板 如果我们不想自己装修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请人带装修 淘宝上面有很多人在做带装修 包括我们开店网也在做 带装修一个店铺的话 价格在一百元左右 就是把店铺所有的都给你做 当然我们也可以购买智能的装修模板 这个智能装修模板的话 安装和装修起来都是非常简单的 不用自己会多少都可以完成 这个智能装修模板 目前的价格是九十块钱 永久使用的 意思就是只需要负九十元 那么我们这个就只要开店 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个模板 智能装修模板的模板也是比较多的 如果大家需要在开店过程中装修的时候 需要购买这个模板的话 可以进入我们开店网 联系我们的客服 下一个需要花钱的 就是一个增值服务的费用 这个的话是大家自由订购的 不是强制的 淘宝有很多的增值服务 比如说现实打折 以及视频服务 还有买就送 表体优化软件等 这些我们要使用这些服务的话 那么就需要给淘宝交一定的钱 软件的价格的话 一般就是在 五到十元每月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店铺的情况进行定格 订购这些软件的话 我们是在卖家服务市场订购的 卖家服务市场的网址是 服务.taupt.com 这个的话 大家店铺开起来之后 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进去看一下 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 营销推广费用 营销推广的话 也是淘宝开店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推广 那么主要有这几种方式 第一个是 只通车推广 只通车推广的话 是按点击付费的 就是我们 在淘宝网搜索产品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最右方有一个 就是宝贝的展现的列点 那个的话 就是只通车推广的一个广告位 而排名是按我们的出价进行排名的 出价越刚 排名就越靠前 当然点击的费用也就越刚了 一个点击的费用 平均在几毛钱到几元 几元钱之间 关于只通车推广的话 在后续的课程中 我们会有详细的讲解的 另一个就是淘宝课推广 淘宝的课推广的话 是按成交支付推广佣金的 就是有塔宝课帮我们推广产品之后 只有当顾客购买之后 我们才需要支付这个推广佣金 顾客没有购买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支付推广佣金的 这个是比较滑得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站外广告的投放 这个的话就根据据得情况而定的 关于营销推广这个费用 一般对于新手朋友的话 这个就涉及的比较少 我们可以暂时不用考虑 下面我们来小结一下 我们这节课程的主要知识点 这节课程的话 我们主要讲解的就是 淘宝开店的费用 这里的话 针对大部分的新手卖家而言 一般开一个店铺 2000块钱左右的轴转资金就可以了 这2000块钱包含了1000元的消费者 就是订阅一些店铺管理软件的时候 需要花一定的钱 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知识点 下一节课程的话 我会给大家大致的讲一下 淘宝开店的付入字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进入我们开店网 学习更多的课程 开店网官方网站 网址是3w.开店.tv 并他家庭 版权鬼属 开店网所有 大阳版当卖毕举 开店网址是0w.'dan 开店网址是0w.tod